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爸爸一起打 都来了 我就喜欢打球 我就是看别人职业身手 或者我们本地的那些高手打球 我就学来了 两岁左右吧 就接触台球了 打台球是我个人的喜好 卡卡小的时候 我也给他订做了一张小的球桌 作为他的出生礼物 就是出生以后 他就经常玩 他的天赋特别好 这也是公认的 三岁的时候都可以左右开 他虽然天赋好 这个东西也需要练习 需要积累经验 参加比赛 他有时候赢了球 他就会骄傲 骄傲以后会导致就是轻敌了嘛 然后就输嘛 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我暂时还是会在家里面 边读书边打球 等以后稍微读初中高中了以后 再考虑是不是走职业路线 每天就是职业化训练 目前我们家长是希望他以后能走职业运动员 这个也要根据他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 2020年的目标就是达到中国青少年优势式的冠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